我說個檢驕檢驕 從裡面有這個已經檢驗了 所以我還是再一次慎重成功 向德華祖堂道歉 脫口而出一聲音話 然後當成只有我跟日子一樣的狀況 然後他告訴我這個檢驗有再一次撥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說個檢驕檢驕 他說沒有這個已經檢驗了 那我當場就好像說 講錯話 就表示對不起 大概是當初 一對於私底下閒聊狀況 說出這樣的話 但是我還是覺得不恰當 對李澤華先生發言 講了這句話 我覺得很後悔 所以我還是再一次慎重成功 向德華祖堂道歉 希望他可以原諒 所以還是一舉功 不要再一次拿錢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